马斗福音第十章 耶稣将他的十二门徒叫来 授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 可以驱逐邪魔 医治各种病症 各种疾苦 这是十二宗徒的名字 第一个是称为伯多禄的西满 和他的兄弟安德类 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 和他的弟弟若望 斐利伯和巴尔多路茂 多莫和瑞利玛窦 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和达斗 热诚者西满 和覆卖耶稣的尤达斯伊斯加略 耶稣派遣这十二人 嘱咐他们说 外邦人的路 你们不要走 撒玛里亚人的城 你们不要进 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 迷失了的羊那里去 你们在路上应宣讲说 天国临近了 病人 你们要治好 死人 你们要复活 赖病人 你们要洁净 魔鬼 你们要驱逐 你们白白得来的 也要白白分尸 你们不要在腰带里 背下金 银 铜钱 路上 不要戴口袋 也不要戴两件内衣 也不要穿鞋 也不要戴棍杖 因为工人 自当有他的食物 你们不论进了哪一城 或哪一村 查问其中 谁是当得起的 就住在那里 直到你们离去 你们进那一家时 要向他请安 倘若这一家是堪当的 你们的平安 就必降临到这一家 倘若是不堪当的 你们的平安 仍归于你们 谁若不接待你们 也不听你们的话 当你们从那一家 或那一城出来时 应把尘土 由你们的脚上扶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 在审判的日子 索多玛和哈摩拉地 所受的惩罚 比那座城 所受的还要轻 看 我派遣你们 好像羊进入狼群中 所以你们要 鸡颈如同蛇 淳朴如同鸽子 你们要提防世人 因为他们要把你们 交给公议会 要在他们的会堂里 鞭打你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 被带到总督和君王前 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证 当人把你们交出时 你们不要思虑 怎么说或说什么 因为在那时刻 自会赐给你们 应说什么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 而是你们父的圣神 在你们内说话 兄弟要将兄弟 父亲要将儿子置于死地 儿女也要起来反对父母 要将他们害死 你们为了我的名字 要为众人所恼恨 唯独坚持到底的 才可得救 但是 几时人们在这城 迫害你们 你们就逃往另一城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 直到人子来到时 你们还未走完 以色列的诚意 没有徒弟胜过师父的 也没有仆人胜过他主人的 徒弟能如他的师父一样 仆人能如他的主人一样 也就够了 若人们称家主为贝尔泽布 对他的家人更该怎样呢 所以 你们不要害怕他们 因为没有遮掩的事 将来不被揭露的 也没有隐藏的事 将来不被知道的 我在暗中给你们所说的 你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 报告出来 你们由耳语所听到的 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 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 而不能杀害灵魂的 但更要害怕那能使灵魂和肉身 陷于地狱中的 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 但若没有你们天赋的许可 他们中连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都一一数过了 所以 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呢 凡在人前承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前 也必承认他 但谁若在人前否认我 我在我天上的父前 也必否认他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 是为把平安带到地上 我来不是为带平安 而是带刀剑 因为我来 是为叫人脱离自己的父亲 女儿脱离自己的母亲 儿媳脱离自己的婆母 所以 人的仇敌 就是自己的家人 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 不配是我的 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 不配是我的 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 不配是我的 谁获得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谁为我的缘故 丧失了自己的性命 必要获得性命 谁接纳你们 就是接纳我 谁接纳我 就是接纳那派遣我来的 谁接纳一位先知 因他是先知 将领受先知的赏报 谁接纳一位义人 因他是义人 将领受义人的赏报 谁若只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 一杯凉水喝 因他是门徒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绝失不了他的赏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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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